昨天粉丝在直播间问我 小胡子推荐一下30万到40万的SUV车型 后期要毛病少的保养便宜的 我想问一下粉丝保养和老铁 如果让你去选择30万到40万这个价位的SUV车型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了个建议 帮助帮助他说出你的建议 那么我首先推荐第一款 就是说福特的探险者 这款车的30万到40万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探险者是基于CD6 重置后驱动平台打到的一款车 所以说它这个平台呢 还是非常优秀的 整台车身由鹏缸和热身轻缸组成 A主B主更是用上了1700兆帕的热身轻缸 所以说车身墙上要比什么德系啊 日系啊都要好太多了 那么动力上搭载了一个2.3T的 四缸摩伦扎亚发动机 匹配了一个福特的11T变速箱 发动机马力达到了276 这款11T变速箱也是非常优秀 非常平顺的 你像福特猛琴150啊 那个大皮卡也使用这款变速箱 包括凯吉拉克CT5 CT6都使用这款变速箱 可以说这款变速箱几乎是没人吐槽的 质量上平顺度上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底盘悬挂采用的是前双球节 弹簧简直支柱 后面是个多两杆的巡挂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这个双球节弹簧简直支柱呢 能够有效防止这个测轻增加操控性 非常不错 而且它的四驱能力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使得前后轮50比50这个动力扭力匹配 所以说这台车呢 如是家用后偶尔出去的玩 就是说越野方面 四驱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 就可以适合于商用或者家用 都可以的 就是凯迪拉克XT6 这款车子也是非常优秀的 基于通用的C1平台购药打造 和这个别克的昂格奇啊 雪佛兰的开拓者啊 都是同平台的产物 整台车由高强度缸和热身性缸组成 AB柱强度也达到了1500兆化 强度也是非常优秀的 动力上搭载的是 通用旗家明星发动机 代号为LSY那款2.0T直奔无伦加发动机 匹配一个9AT变速箱 这款发动机变速箱 大家都不陌生 像凯迪拉克XT5啊 军越啊 昂格普拉斯2.0T啊 或者说是这个探戒者啊 或者是 麦尔宝菜尔啊 都使用这款发动机 就是这个通用旗下 主体力发动机 还变速箱 那么变速箱的换动旗下呢 比以前好了很多 但是跟ICF比不了 但是说正常使用 也不会有什么特大毛病 扭矩是350MHz 237 拉着这个车呢 虽然是不这么特别猛 但是也绝对是功用的 毕竟这个发动机变速箱 和他们这个中型SUVXT5是一样的 拉着中大型SUV呢 确实有一些 不这么特别猛 但是绝对功用 悬挂的前麦尔宝 后面多连杆的悬挂 五连杆的悬挂 自身性也是非常好的 扎着感也是特别优秀的 非常棒 从上底座是铝合金材质的 那么推荐了第三款车型 耐用 皮脂耐道 毛病少的 那就说 丰田 这个哈兰达 这款车呢 怎么说呢 车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或许毛病也少 耐用 那为什么 他我不这么特别建议呢 因为他卖的太贵了 车是好车 性价比低 就是因为卖的太贵 32万到35万呢 是不是 哈兰达不止这个价位 下面底盘悬挂 没有任何铝合金材质 就是酸酸酸酸酸酸酸 的盖买 一个进口的 日本用上进口200T发动机 加上爱心8AT变速箱 就卖到了32万到35万 是不是 上面两台都中大型SUV 它是中型SUV 车子不错 正常用 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就是说 太贵 他这个车子 也就卖到 27万到32万 还是合理的 但是卖到了32到35 我认为还是不合理的 那么大家认为 我推荐的这三款车怎么样 有没有不同意义 和有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欢迎大家转发 评论点赞 拜拜